好奇心 能殺死貓 那就是出現在 真人版海賊王 SHF 魯夫 這一隻 簡單的一些替換手配件然後兩個 頭雕 那他 有跟你說明書 七龍珠的話就是全部都印在盒子裡面 這個 微妙感 你真的看到你會覺得 有點神奇呀 那你又覺得 其實他沒有做的不像他其實做的跟 王菲的真人版 魯夫的頭雕 其實真的是蠻像的 而且有一點非常加分的是 SHF魯夫他的草帽 全部都沒有這個帽繩 那真人版有 太妙了 真人版的SHF 尤其是海賊王 那說實在的我覺得 動畫版真的 帥氣了非常多 可動方面 上面 頭 然後他草帽這個是沒辦法拿起來 然後手 一樣 SHF的特色就是 他的活動性 然後這個左右 比較緊你可能自己要搶 如果你要攤開一點就是 大腿這邊關節你要自己敲一下 那前後的幅度 一定是算最大 如果你要攤開一點就是 膝蓋 鞋子 他鞋子就不像 動畫版 是草鞋 這一點我覺得比較微妙 動畫版的草鞋我覺得更為還原 直接來看另外一顆頭雕的表現 好 那第二顆頭雕就是整顆頭 直接 做一個插把的替換 因為他 沒有草帽 第一顆草帽是連著 那這邊仔細看了 哇 他這個臉上的刀疤 他是有做出來 他這個臉下 這隻我個人整體評價三顆星 就是你有閒錢就可以買 那從畫面上其實可以看得到 他的手跟腳其實他是有色差的 那整體的人物造型身材比例 老實說是其實符合原作的 只是其實你動漫或是漫畫看了很久的一段時間 你就會覺得真人畫的東西 真的完全還原的真的非常少 那枉飛的這一部其實是算不錯看 但是我覺得角色部分就可能 魯夫的漫畫角色太過生殖人形 你就會覺得看到真人的魯夫 你還是覺得還是原版的這種周邊的景品 好的非常多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Love and peace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